今日之間的開心事 星期一至五朝九到六至十 香港電台第二台 曾志華 羅啟新 青鎮鵬 嘉明 神光第一線 羅啟新 今個禮拜真的很激 怎樣?很激 因為我訪問了一位朋友 他是一個心理學家 是催眠治療師 也是性治療師 性治療師? 妙手回春那些? 我也問過 有時為何會對一些東西害怕呢? 他說透過催眠 原來可以找到一些東西 原來你害怕的東西 本來是跟他無關的 那他是不是利用這個技術 或是他的技器 去做一個性治療呢? 其實看看有沒有需要 有些性治療比較直接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是在看一些 令我很興奮的戲 很開心的時候 興奮是甚麼興奮? 性興奮還是甚麼興奮? 總之是這樣的東西 但突然陸sir走過 可能混淆了 這樣就全部退休了 不是啊 可能我以後見到陸sir 我都會有那種興奮 是驚異? 是他退休了 羅啟新 平凡人的 不平凡事 今天早上 Cutson找來這位朋友 跟他聊天 有點壓力 因為他是一個心理學家 又是一個催眠學家 又是一個性治療師 他叫蓮鎮 早安 蓮鎮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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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的介紹夠不夠? 夠了夠了 是吧? 很奇怪 因為一開始你說 你是一個心理治療師 我就覺得 詩詩文文 戴褲金絲眼鏡 然後一見到你 我簡直覺得自己見到魔術師 因為是一個年輕人 但他留了一匹羊蜜蜜 但他剃光自己的頭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 好像一個魔術師? 有一點邪邪的魔術師 魔術師就不理會這樣 有些人都很英俊 只不過我做不到英俊 那就嘗試改變他的新形象 你一開始就做心理治療師 那可能面對的 是不是家暴 或者有些人有情緒困擾去找你 情緒困擾會有 可能是一些行為治療 情緒治療那邊會做多些 行為治療類似甚麼? 即是強迫洗手那些? 這些會是其中一些 有些可能是小朋友 爸爸問他不聽教 怎樣教好些 這些都會有 你就是這個心理治療 大家就覺得心理 由他好神秘去到他不太神秘 因為可能看的電影越來越多 或者自己去看一些心理學的毒物越來越多 但是你掉進去催眠這件事 大家就覺得是另一個世界 因為我們對於催眠的誤解就是 你催眠之後就會控制你的思想 叫你做甚麼做甚麼 首先問你為何你要做催眠這件事? 其實我讀心理學 中間會牽涉到一些催眠 但真的很皮毛 後來我再找一些書 原來催眠的方法幫人 都會頗好會頗快 所以之後就再讀催眠 他快在哪裏? 你可以說是直入式 好像直入式廣告那樣 我直接把信息放在你的腦袋上 就不是叫你去跟著做 因為叫你去做 可能你還會想一下做不做 還有些猶疑 我們這個就是自動的 放下去就自動 即是好像印出來的照片 你的照片底是有問題的 你怎樣印呢? 你怎樣改呢? 你怎樣改呢? 他直接就在照片底那裏 那個檔案改了 出來的又會不同了 好了 去到這個催眠 人家當然會問你 會不會呢? 接受催眠的時候 他問了我銀行密碼 然後我拿了我的錢 很害怕這些事 是呀是呀 如果是的話 剛才我問了你的 其實催眠跟我們電視電影 很多時候都不同 因為反過來想 就會差不多 因為整個催眠過程 你是知道自己說什麼 控制到說不說 當然醒了之後 一定會知道自己做什麼 如果剛才你說的密碼 可能是一些比較個人 很私密的事 他依然有一個力量 有一個控制 即是他不是被迷暈了 不是迷暈了 可能是迷暈了 可能是 好了 催眠 我們一聽就 已經對他的感覺 有點害怕 但又覺得好像很有趣 其實正常的催眠 是怎樣做的? 正常的催眠 其實現在有近一兩年 很多電影 開始近一點 我們的正常催眠 例如他會跟客戶 聊一聊 究竟有什麼問題 了解所有背景 才會帶進去催眠狀態 其實帶的方法很簡單 行公園也可以 行海灘也可以 令到他舒服 另外我們說 身體的放鬆 肌肉的放鬆 是會做的 之後我們會再做一些催眠測試 看看他有多深入去到催眠狀態 然後就去找問題 那時候我試過一些 類似NLP 例如減肥班 你現在吃很多菜 你就這樣 有了什麼感覺 說完一大 之後又叫你按一下 你的手的腐口位 以後你想拿到的感覺 你就同一時間按一下 這個位置 是否有這些 直入作用? 沒錯 有類似的 那個人呢 最通常他遇到什麼情況 他說要接受催眠的 很多時候他說 他可能之前 會試過不同的地方 可能見過社工 見過其他心靈的人 都做不到 那不如試一下催眠 那已經是去到最後的一個所成 但是這幾年好一點 可能他試了兩樣 就開始會用催眠了 因為可能真的上網 去找的資料 比較多一點 就知道其實催眠 可以做了什麼 那如果我真的自己 就可以看一本書 幫人催眠 還有你們真的學過的 有什麼分別呢? 分別是你可以催眠了的人 但未必做到治療 是 這個是很大的事 等於你拿一些醫學的書 都看了 你可以開一些藥給他吃 撿一些藥給他吃 但你未必醫得很好 沒錯 究竟是什麼人要催眠 以及催眠裡面有什麼故事 明天再跟連進聊一下 羅啟申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羅啟申 羅啟申 打連進 如果當我真的有點不開心 那你就說 不如你要接受外面治療 那我跟你要怎樣交往 阿連進我不開心 我覺得情緒困擾 我每次一聽到燈前爸爸的聲音 我就會震 震到想賴尿 那你會怎樣跟我做這個治療 首先我們很簡單說 其實你住不住工作 住不住 那就簡單很多了 我們說 你跟曾志華的關係怎樣 會不會一開始第一天 就已經有這個不舒服的感覺 如果沒有 我們會找出 為什麼有什麼時候開始 有什麼問題出現了 可能不關曾志華的事 可能是你剛回來 在門口的時候 遇到一些人 令到你很不開心 那剛才一轉頭 就看到曾志華的樣子了 那無端端把腦子擺錯位置的時候 就把兩項時拿進去 哦 所以之後無端端有一下 你做了一下節目 令他又是這麼適合的角度 各樣東西 見到曾志華 那那個感覺無端端彈出來 那你會覺得 咦 為什麼我不喜歡他 那就開始了 如果第二次第三次 都是這樣發生的 那就很奔定了 這個不開心的感覺 嗯 可能有機會 就是我剛剛在看一些色情的網站 就見到曾志華 然後見到曾志華 那你就很開心 怎知道 不小心錯了 之後 以後我見到曾志華 我就有另一種開心了 這有可能會發生的 於是我就開始懷疑自己 我是不是喜歡男人的 還是喜歡曾志華 於是就找你去說 然後就找回你的故事出來 那是怎樣拆解呢 當你知道了原因之後 那本來就簡單很多了 那你就接受這個方向 如果是接受的 那就可以了 那你最少找到原因 為什麼突然會喜歡曾志華 不是呀 其實我知道了 我不想的了 是 不想就很簡單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明白了 感覺是怎樣的 其實就已經差不多做完了 這個比較簡單 不是真的有些病 是 是 有些人就說知道了 那個原因就搞定了 但有些人又說不是 就要在裏面跟他治療 你不同的個案 例如你說 可能是一些Phobia 那我知道了原因 為什麼我會害怕電話 我們會告訴你 行為治療那邊 我們會告訴你 他的電話是怎樣的 乾不乾淨 各樣東西 你會不會有細菌 這些 如果這樣聽起來 它是很有功用的 譬如我失戀了 我喜歡一個女生 這樣就很傷心了 可不可以接受催眠呢 然後就是 在我催眠狀態裏 我寫定一些稿給你 你會說 其實女生是怎樣壞的 她又某某某某 她其實又不漂亮 然後就當我正常回到 我就說 咦 我不再迷戀她了 負面的 我們通常都不希望放下去 我們希望放在正面 譬如你已經對這個女生 再見到的時候 沒有什麼負面的感覺 比較平和一點 可以接受到她的 這些正面的會好的 我們會放下去 有可能說 我不跟這個女生一起後 我的時間 私人時間多了 我可以做多點自己有興趣的活動 這些正面的推動 為甚麼呢 為甚麼不直接放一些 不喜歡她的訊息 放在負面的 其實出來的效果 會很快看到 但你是不健康的 譬如有些人說 做減肥的 我跟她說 你吃什麼之後 就會吐了 其實吐對我們 所有的口腔 是不OK的 我們反而會覺得 你吃少了 你的身材漂亮了 你的衣服又好了 人的形象又覺得你漂亮了 這個正面的方向 即我們沒有理由 說我很喜歡吃肉醬意粉 為了要解除 我就在肉醬意粉裏 放一隻蟑螂 然後吃吃看見 然後吐以後 看見都不敢吃 這些我們就不用了 這些就不做的 其實香港 一般來說 它要接受 催眠治療的案例 大概多數是甚麼 其實我們說 能夠做到心理的 我們都會做的 譬如是 情緒問題 行為問題 你都可以用催眠做的 現在我們最普遍 這一兩年 見你的客戶 會不會有社會性的轉變 因為這兩年 不知道為何 那麼多世界大事 的不開心事發生 有一些可能是 情緒的困擾 可能是一些 家人不在 已經離開了 過了兩年之後 他們依然是被這件事 影響他們日常的正常生活 你無法上班 我們反而會多了這些案例 那些就是一般的治療 都發覺已經沒甚麼效果 就可能要接受催眠了 是的 很多時候一般的治療 會說 不如你拿走他家的東西 放在一二角 想念他的時候 給自己一分鐘 這些行為治療 如果你說催眠 可能我們會在狀態裏 令到他跟那個先人去對話 可能會說一些 他們沒有機會說的 讓在小的人釋懷了 這樣反而會好一點 哦 即是真的在他那個 最基本的情緒那裡 去到解冊 是的 在那個位置勸他 會不會有些人 做了治療的時候 是覺得 突然間要停了 這個少一點 因為其實中常 我們之前都避免這些事情 例如去洗手間 氣氛冷不冷 這些我們都弄好了 如果中間他要停 可能是他找到一些 他真的覺得很秘密的事情 他還不知道 究竟告訴我要停 還是怎樣 所以他寧願自己 張開眼睛醒醒 這些久不久會有出現 是的 如果那個客人 真的碰到一些 他不想讓人知道的事情 那你會 算了 還是鼓勵他 說出來呢 算了 我們還有很多 其他不同的方法 但最少他透過催眠 他已經知道了問題 說到一件事 曾經有些書 就說了 催眠的時候 發現被催眠的東西 回到他的前世 我聽過這些 是的 這樣 我的信仰 就沒有這件事 但有些人的信仰是有的 但一個治療師 他們怎麼看呢 羅啟信 平凡人的 不平凡事 連鎮有一件事 很奇怪的 有些人就說 我也看過一本書 催眠可以找到 那個人的前世 當然了 我的宗教就不相信這件事 但我聽過 就說 喂 他的頸痛 怎麼醫都醫不到 接著 在催眠找到的前世 就是 原來他 是被人問吊死的 這樣 好了 你所學的催眠治療 會不會涉及到這些東西 我們都會有前世催眠 這個課題 只不過是 你什麼時候 把前世放進去做 譬如 正常的 我們會叫客人 去回索一些事件 如果剛好 他回索那個事件的場景 不是這個年代的 那我們就當那個是前世 但其實我經常提到 一些治療師 或者一些學生 那個是不是前世 其實對我們治療師 不是那麼大問題 我們最重要是 拿到一個資料 幫他解決現在現有的問題 反而那個前世 是不是前世 就放回到客人 如果他覺得 沒錯 這個就是我的前世 那他覺得舒服就可以了 但如果不是的話 他會說 至於我腦裡的零碎資料 好像發夢 不齊故事 現在真的很容易 如果在腦裡 潛意識的資料 可能是來自他曾經發過的夢 也可能是他看過的電視劇 尤其是小時候 看電視劇當真 於是他會把他放進去 即是我小時候看的那些超人片 或者是有些西部片 如果我跟一個沒有受過 專業訓練的人說 他就說 不是的 其實你以前的小時候 你是一個西部牛仔 其實因為我看過同合而已 但對於你們來說 是真是假是不重要 只是知道那樣東西 在你的腦裡 在你的潛意識 有影響到你的 就搞那樣東西了 會不會有些 client 他原來小時候很多東西忘記了 他再看一次的時候 他見回很多東西 而令到他在這個 進入他的意識裡面 接受不了 或者是情緒有改變 應該說治療師的操守 或者是他的技術問題 因為當時我們說 不會一次過封了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 因為我們盡量避免這件事 而是針對性去找一些 我們需要找的資料 如果你說一個 section 裡面 找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實治療師是沒有任何方向 其實是弄傷 client 因為那個情緒一定會在這裏 即是可能他明明在處理 他為什麼經常覺得頭痛 怎樣知道第一 又看到他爸爸偷媽媽的錢 然後又看到他姐姐打他哥 這些是不應該在這個案子裡的東西 見多了 沒錯 其實說真的 要對那個治療師很信任 才敢讓他去搞 通常催眠 我們說基本這件事 要怎樣可以進入他的催眠狀態呢 就是client對治療師有一個trust 這個是一定要有的 那你怎樣令對方順利最初期 應該說如果找得催眠的 他們都不是就這樣走進來 都會真的上網找一下 background 他做了些什麼 case 最少原來client對我們 是有少少的認識 才能進入我們門口 是 最少他相信這個治療 相信這個人 如果是聊天的時候 我們會否給他一個 真是很實在的幫到他的感覺 這個反而更重要 一般情況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已經被治療呢 我們說很慘的 做身心理這一行 另一個client出去了你的診療室 進入他的日常生活裡面 他才知道 因為他遇到這件事 有沒有可以上去反應 亦都要他回來告訴你 你才知道 如果他已經不再回來 你就永遠都不再回來 他可能會好回來 帶你去聽 我搞定了 但是有可能 不行了 走了 亦都可能是 那你真的沒有reference 變了 我們會好一點 我們會有跟進的 例如電話、email 我們會做的 就不是那個機械會做的 另外一件事 你學過的就是性治療 那性治療 究竟本質是甚麼 是令到你的生活圓滿一點 舒服一點 如果你有伴侶 或者男女朋友 結婚 令到你們兩個關係好一點 那這個是性治療 還是性障礙治療 性治療裡面 包括了性障礙 那究竟包括多少大範疇 你可以怎樣是Skills上面的東西 又或者是性教育上面的東西 可能是怎樣教小朋友 又或者是大人根本不懂的 我怎樣可以教他 這些都會有在裡面 蛤?不懂要你教? 大人真的很多都不懂的 那些不懂得是怎樣呢? 不知道有這樣的東西 還是不知道技巧呢? 技巧可能會是錯誤的 是 亦都可能是一些知識 可能是很基本的知識 他都未必懂 是 那如果我說 不如你說一下 你自己性器官的名稱給我聽 十個部位 那可能大家都說 他數到三個而已 哦 這樣 好了,究竟是怎樣的呢? 明天再有年俊 帶我進去一個更深層次 討論一下性治療的問題 早上這個訪問 我特別是點給曾志華聽的 是嗎? 是啊 昨天已經很關他事了 對,今天跟性治療有關 哇 羅啟新 平凡人的不平凡事 今天要說到性治療 聽眾可以自由選擇 聽不聽的 問題是第一 為何你又要觸碰性治療的反 這個是因為做Case做了這麼多年 開始越來越多問題 能扔得到跟性有關 是 可能是有心有錢 當然 只不過我覺得 原來也有很多人有這方面的問題 是 所以之後我就再讀Sex 扔得到跟性有關 那個有關 好像佛樂伊德那樣 甚麼都會跟性有關 還是他扔得到他的Case 或者那個人來找你 是因為性上出了問題 所以 真的出問題 出問題 那最主要的問題是哪幾方面 大家配合不到 男女配合不到 可能大家的需要 有些要多些 有些要少些 另外可能有些障礙的問題 可能是男性撥不起 女士可能不夠濕潤 或者是冷感 這些都會有碰到 這些不是看醫生 這些是心理的 怎樣決定是生理還是心理 當時我們說 怎樣去分別呢 如果你自己覺得有問題的話 我相信你第一個是先找醫生 是 醫生檢查了 其實所有功能都可以的 那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心理問題呢 那就去到我們這裏了 哦 那個問題就 其實可能不是 可能大家就覺得 我現在心理有問題 直接找了心理治療 久不久會有的 他覺得我真的可以的 我跟上一個partner可以的 沒理由現在不行 這個他們可能會覺得心理的 但你也不排除 可能因為年紀老了 是一個生理問題 如果有些人說 那個男人 我對所有女人都有興趣 是老婆沒有興趣 這個其實是有問題 還是沒有問題 還是很正常的呢 這是一個心理問題 是 但有些人覺得正常 那怎麼辦呢 好 看看他有沒有需要去改變 如果他太太覺得 沒問題你不要教我 那大家相處融合 你曾經說過 有些人可能是一個男的 太衰索 他自己覺得有問題 有些人可能是女的 要求過多或太少 那也是不正常 但如果有某些個案 兩個都是沒有什麼要求的 一年都沒有一次的 但他們覺得有問題 那你來找你 有時候他們想生孩子的 但因為他們太少 一起做愛 可能他們不太懂 又或者那個人 他們會覺得 是不是已經可以了 他們可能檢查過 自己的身體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生到小朋友 那他們會來的 那他們來到的時候 我們會說回 其實他們為什麼會少了性生活呢 其實性生活 是不是一定是多 是少是一個問題呢 性生活的時候 他們兩個的配合是怎樣 會不會一個是硬來 一個是很被動的 雖然第一個方向 都是要小朋友 那你先搞清楚這些問題 是嗎 可能一想到 小朋友這件事 就說 小朋友這樣性 又好像很髒 那樣 又有一個問題 如果說髒 就可能他們自己 小時候學回來的 是 可能有些大人跟他們說 不要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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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髒呀 大了 那些是錯誤的觀念 是 好了 那要治療他們 要怎樣做的 譬如你說 如果那個男女配合不了 可能一個是 收索多一點 一個收索少一點 可能我們會在技巧上面去教他 那會不會是真的 性行為之前 會有一些前戲 做得多一點 令到收索多一點 時間長一點的那個 可以去到一半的刺激 才真的一起做愛 這些我們會說的 好了 問題來了 男的收索多 女的收索少 那究竟你是幫男的 令他收索少一點 還是幫女的 令他收索多一點 應該說 一起跟他們談 究竟是哪一個方向 即是在哪個位置遇見 對 你一個禮拜每天都要 我就要一次 那OK 談三次 這個會其中一樣 另外就是我剛才說的 技巧上面 會不會那個女的 可以幫男的做前戲 會做得長一點 令男的已經去到差不多的位置 那才真的去做前戲 那真的有時候 不是很多人罵嗎 你又賴我 我又賴你 有得賴是好過沒有資料的 有得賴了才知道 原來這是一個問題 即是 我已經做完事 那麼辛苦 你還要 不要那麼色情 即是你老婆 這樣說 那怎麼辦 這個就是他們的關係問題 很多時候 我會說性 不是只有性 這件事 可能是他們正常的關係問題 會不會大家尊不尊重 其實彼此的了解有多少 溝通好不好 都是其中一個問題 那性治療會不會有些 不是什麼多不少的問題 而是他愛錯了別的東西 可能戀物 諸如此類的東西 是不是都會找你們 都會的 那我們說 看看他的嚴重性去到哪 如果是未影響到他 跟伴侶的關係 又影響不到他的工作 那我們覺得可以接受 只不過他需要不需要去改 如果去到犯法 可能是偷別人的第三副 那我們就真的需要做治療 現在最容易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太多 可能上色情網站 看了一些很誇張的東西 將自己的性觀怎樣扭曲了 覺得那些才是樂趣 或者應該是這樣的 如果遇到這樣的問題 你們會怎樣幫他們 看看他那個錯誤程度去到多少 盡量告訴他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有些朋友 是拍這些片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到 其實拍片的背後 這些人是怎樣做的 這些所謂的體位 是真的嗎 不真的 這些根本只是一個角度問題 這些要令我們知道 原來這些是對的 那些是不對的 這是特技來的 人始終不能在三樓跳到街上 類似的 類似的